大家好,我是MG,前两天回来打两把塔可夫 咱们谁有说,迪基塔现在是苏联解体式运营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落后了 在12.7到12.10的版本 迪基塔要么放任市场,要么宏观调控失败 导致游戏内的经济运行状态走极端 可以说是苏联解体式运营 但从12.11把跳蚤解锁等级 拉高到20级,还提高了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开始 我觉得尼基塔已经是神圣俄罗斯帝国式运营了 持续挥刀自攻 假如外挂和买金卖金难以根除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杀 只要把所有玩家都杀了 就不会再有外挂和买金卖金了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理不治不信 杀杀杀,全给你杀了 尼基塔现在就是这种封魔的魔阵战神的状态 今天尼基塔又在没有经过测试和意见收集的情况下 追加了新的游戏限制 彻底限制了玩家在战局内交换高价值物资的途径 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压缩RMT行为的空间 RMT Real Money Trade 就是玩家绕过游戏运营 使用现实世界货币 购买游戏内虚拟道具的行为 也就是俗称的买金卖金和买卖卢布 我今天亲自去淘宝卖金的店铺询问了一下 目前确实没法进行RMT交易了 从结果上说 基塔的新限制确实有效地打击了塔可夫过往的RMT交易生态 但目前这种粗暴的措施 也进一步恶化了很多常规玩家的正常游戏体验 比如很多上班上学的玩家 平时没有时间积累物资和资金 回坑玩的时候主要靠队友丢关键物资和资金来起步 这在老玩家中还是很普遍的 直接原因是没有时间干 但根本原因是游戏在过去的四年 并没有太多实质性游戏内容更新 什么往事宿地惩罚者和向导 少的有四五遍 多的有七八遍都玩过了 反反复复就是做这些任务 做的都要吐了 丽交桥和疗养院的资源路线都跑出条件反射了 游戏可体验内容还是这点 无非是游戏体验的过程被人为的变得更坎坷 更漫长 更痛苦 更扭曲了 如果也就是偶尔回坑玩一玩 也不愿意从头做任务了 让队友给点然后起装备随便打打就这样了 有的不上班不上学 天天窝在宿舍里 不是玩游戏就是在贴拔和人抬杠的大学生可能会说 哎呀 受人鱼不如受人鱼呀 那我只能说你太懂了 别的同学都在忙着考研考工 都在拼技点 都在考雅思托弗 学计算机的都在搞算法 学法律的都在准备法考 你隔了天天在游戏里打工浪费人生 被尼塔卖了 PUA了还要隔了给人家说话 那我只能说你太懂了 等到下个档档出 限制的负面作用波及范围就会更大了 因为早期有很多任务需要的钥匙没有固定刷点 或者固定刷点的刷率就是不太高 比如海关工厂区工棚钥匙 有的人在工厂办公区三楼摸了一天都没有摸出来 他问我是不是搞错了 我说没有错 只是刷率比较低 那刷不出来确实就没有办法 你只能去问其他谁有要一把直接用 但以后可能这样说就不行了 当然你可以在跳蚤买 但这就是一个悖论 你首先需要做任务来获取经验 升级来开跳蚤 你开跳蚤才能买钥匙 但你要完成任务 首先就需要有钥匙 那么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 另一方面 塔可夫一再进行一些脱离现实逻辑的改动 让人很出戏 那么这次对战局内物资交换的限制也是一样的 可能一开始保险箱不能放武器还能接受 然后不能放热成枪和T7也就忍了 接着卡奈利也勉强接受了 再然后不能放弹匣就有点恶心了 现在又不让丢钥匙 那以后搞不好还要做出什么反现实逻辑的限制 就说不好了 当然这里还要补充的一点是 虽然本次限制不影响黑边玩家的体验 但过去很多次限制都在不断的使保险箱的价值贬值 黑边这么贵涂个啥呢 后续DLC反正是连张PPT都没有看到 就涂个保险箱 现在保险箱能放的东西还越来越少 我只能说不推荐入坑塔古夫 因为你入坑要正常玩还是要买黑边的 但是现在黑边完全不值这个价钱 有的人说塔古夫贵是因为武器买版权 但现在又不是2016年 现在是2022年 谁稀罕你这游戏的枪将啊 配件什么牌子的又没有什么区别 反正就两个数值 人机和后座 改枪区位性和丰富性还不如使命召唤呢 最后影响比较直接的人群就是主播了 有不少Twitch主播是打节目效果打对抗的 基本不自己开荒靠粉丝送 反过来也有很多主播会给粉丢贵重物资 这几年尼吉塔一直在使用自攻的方式来遏制外挂和RMT 但实际情况大家也都知道 外挂和RMT反而越来越猖獗 虽然这次对RMT的限制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收效 但是对游戏环境不会有任何的益处 RMT市场崩塌以后 市场需求不仅不会消失 而且会因为游戏变得更难玩而增加 需求只是转移到了以外挂为轴心的带链和培玩上 要么自己开 要么让别人开了带自己 其实正正遏制外挂和RMT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让游戏体验变得符合正常的成长邪律 让每个玩家都能正常的体验游戏 比如出纯PVE组队的副本 或者恢复早期的自由市场 在早期完全自由的跳蚤市场下 只有纯度达到200%的低能而才会买金 因为在交易市场上投机交易就可以赚钱了 还要买金那就是纯纯的智商问题 当然当时的问题就是 大家不下本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导致游戏的主体也就是下副本被加空了 下副本的人也不打架 都是跑刀 摸到资源直接自尽 然后开下一把 这种游戏体验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后来尼基塔开始一步步限制 一开始我还是支持的 但越来越扭曲就遭不住了 讲到底还是BSG的策划水平和产出能力太低下了 这么多年就出这点内容 不敢把内容放开了给玩家玩 这点我相信熟悉游戏开荒路线的老玩家 或者玩过破解版塔格夫 也就是所谓离线版的玩家都清楚 游戏说白了也就那点内容 任务做完了都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尼基塔只能不断拉长和扭曲玩家的成长过程 来延长游戏体验寿命 很多举措可能也有限制RMT和外挂方面的考虑 但策划上总的方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找一切理由让游戏成长的过程难玩 延迟玩家的游戏时长 实验室可以说是塔格夫唯一的毕业后副本 但是自从一年半前物资被大砍以后就变得很鸡肋了 我知道尼基塔这个人现在已经比较扭曲了 所以对塔格夫未来已经完全没有期待了 我感到一种被诈骗的感觉 我觉得所有现在已经不怎么玩塔格夫 我觉得所有现在已经不怎么玩塔格夫的黑边玩家 都会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被诈骗了 妈的这游戏这么贵 当初就是相信这个游戏以后会越来越好玩 游戏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的 但他妈的我觉得现在连维持一个健康的游戏过程都不行 刚入坑塔格夫的时候 我觉得就算他更新慢 这么个游戏一锤子买卖我不亏的 现在我玩了两年半才发现我他妈被骗了 因为这游戏还不如两年半前呢 这街区从2018年预告片就有了 这他妈2022年了还没有见到